國發會今天公佈五月的景氣燈號 雖然說國內爆發疫情影響了內需產業 但是燈號仍然連續第四個月亮出代表景氣 熱絡的紅燈 因為領先指標 他看的都是一直跟上個月比 他在看一個趨勢的變化 所以如果說 因為他會看到一個長期的趨勢 其實他反映的只是說 那他的成長的力道 相對於他長期的趨勢 他力道走緩 所以如果要整個來解釋 整個領先指標 他走緩 他整個就是近幾個月有點下滑 他其實反映的只是他動能的下滑 他跟燈號所要表現 表現的就是說他當前的景氣 他是熱絡的 這個這個意思事實上是有點差距的 國發會表示 雖然五月本土疫情升溫 不過國內的生產製造 沒有受到影響 隨著主要的經濟體逐漸的復蘇 出口動能 渴望續強 另外國內外半導體供應鏈 擴大在臺投資 臺商持續回流 但也坦言疫情帶來不確定性 後續還是需要密切關注發展